每次灰熊对阵爵士的比赛 大家都会关心问一个问题 今天莫兰特成功格扣戈贝尔了吗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莫兰特 挑战戈贝尔失败而归的场景了 这个19届的榜眼秀 从第一场比赛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而貌似被灰熊队选中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归宿 那时的灰熊百废戴心 急需有人来大显身手 时事造英雄 莫兰特一出现 便成为了这个舞台上最亮眼的表现 出身牛赌不怕虎 似乎是对他最好的形容 无论对手是谁 他永远是那个最积极的炫技大师 相信你一定对灰熊与勇士的那场 附加赛印象深刻 面对库里的39分 二年级的莫兰特丝毫不落下风 交出35分六助攻四抢断的成绩 带领球队赢得比赛 成功挺进季后赛 就连一直被人诟病的三分球 也以50%的命中率投进了5G 就在人们怀疑莫兰特在季后赛 能否保持正常水准时 他便用行动破碎了所有质疑 面对联盟第一的爵士 场均能轰下31分 贡献7.5次助攻 第二场更是轰下47分四篮板七助攻 成为季后赛历史上 单场得分最多的21岁或更年轻球员 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这是二年级新秀能打出来的表现 曾经许多人的影子都在他身上划过 但定睛一看 你会发现他就是他自己 那个不同于任何人的莫兰特 庆幸的是 我们正在见证他的成长 见证着一颗正在燃燃升起的明日之星 感谢观看